紅色的字放大 應該可以看到 假設好 那最後的話呢 還有什麼 您按一下幾次 那幾次的話 特別注意 就是直接在這邊 先把您按一下按鈕 加抗折幾次 那這邊有個抗折的變數 所以我這邊的話 加上 把這兩行加上去 那把這一行刪掉 把它貼上 不過特別注意 請你注意一下 還要再加一個什麼 剛剛有同學問說 老師這樣好像跑會錯 為什麼 因為這個抗折變紅色 因為你必須要宣告 一個全域變數 那什麼叫全域變數 就是說 你必須 你不能宣告在 那個unclick的下面這裡 這叫區域變數 如果你宣告在這裡 你就變成區域 區域就是 結束了 又重來 結束又重來 所以怎麼樣 你必須要宣告在全域 全域在哪裡 在宣告物件這邊 Enter一下 宣告一個int 整數 那什麼名稱呢 count 名稱叫count 這樣就ok了 就是它count是一個變數 它是一個整數的 可以放整數進來 底下應該就ok了 那如果你這邊做完之後 應該就沒問題了 那你把它執行過 執行完之後 你在模擬器裡面 看到的效果就會是 我們剛剛的這個效果出來了 ok 應該可以理解這個東西吧 沒有太複雜的東西 盡量不敢說再放太多 反正你今天只要在這個範圍裡面完成 那就恭喜你了 ok 把畫面最後再還給各位一下 因為它是執行 給它一點時間 好 下功夫嘛 按一下 把那個當成一個變數嘛 對不對 你按縮小 它就減個1減個2這樣子 越來越小對不對 當然你還怕說太小 你就是做個邏輯判斷 如果這個字的大小小於多少 那你就怎樣 就不能再小 不然的話會看不到 諸如此類的 或者是說還有其他的那個變化題 其實書裡面也有 就是按一下 隨便亂數決定一個顏色 可不可以 可以啊 不一定要紅色嘛 那你怎麼辦呢 你就是亂數 自己用那個在Java裡面 其實這個你可以找Java的那個部分 有那個亂數的那個 RND的那個函數 那你可以怎麼樣 可以用這個方式 自動產生一個顏色出來 可不可以啊 按一個顏色 它又亂數產生一個七彩顏色 OK 這裡的話 今天時間的關係 不然就先到這裡